原來想問一下 或是說蔣教研當中現時 你報告的東西他都沒有幫你站 他一定是身上太多炸彈 怕引爆 還算是說你自己談集中選票 從頭到尾做這一招不敢談政見跟辯論 那就是民主政治應該是證明大家 誰比較有能力治理城市 那現在是看誰比較可愛 陳時中也說現在分票分得很厲害 柯市長並不是市長候選 他不清楚我們11月5號 就要進行辯論 大家也知道我馬上要成為三寶爸 爸媽也都在家幫忙帶孫子 司法是社會信任的最後一道防線 絕對不容退讓 也不容一絲一毫的懷疑 我想今天司法國家機器整個啟動 為特定候選人來護航 我想這一點民眾都看得非常清楚 也侵蝕了國家民主的基石 人人得以民國而攻之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問題 但陳偉紅如果都只想著黨派利益 完全沒有公平利益的價值與堅持 所以新竹市民大家更關心的是你花了十二億蓋的棒球場 為什麼竟然讓球員受傷 而且至今沒有辦法使用 我想不管是貪污還是錯誤的政策 都無法原諒 市長總我看昨天這個蔣萬跟朱立倫 不約兒童都呼籲支持者要集中選票 是不是覺得黃珊珊 你他們預想的還要強 所以開始你自信 其實蔣萬從頭到尾都是期望這個 他除了這一招 他也沒有其他招式 我看他現在 他一定不敢談證件 因為這個 談證件或跟人家辯論他一定不敢 因為他在立法院就知道 他跟人家的應變對答 不過他知道很群在討基層 就是跟婆婆媽媽握手 那種say hello 其實理論上民主政治應該是大家可以證明誰有能力治理這個城市 不過現在也沒辦法 看起來誰比較可愛 今天來到大安尾山 因為郭靖靖被認為是深藍的本命區 那您這邊內部民主選區如何 因為這邊兩支小金 你覺得有空間嗎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要在每個選區裡面盡全力 我們這兩位候選 一位是張慶聰先生是建宗台大畢業非常的優秀 另外張志豪是機長 然後他最後做了十幾年的議銷 非常熱心公益 我相信在這裡我們非常有信心 所以很酷對於這邊 因為這邊被大家認為是非常藍的地方 尤其這件事前總統滿久他的住家就在這邊 所以會不會擔心就是說這邊的票是比較難去經營 每一個地方都是要去經營的 既然選擇了這兩位選擇了大安尾山區 他們從一年前就開始在這邊做一些經營 而且更何況這兩位是他們已經各自都經營了一二十年 我相信他們在地方投身公益還有在地方做的耕耘 絕對不比其他的候選人少 那黃副就你而言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對我來說就是我們每一個都要爭取的地方 現在國民黨這邊好像傳出有一些交流 因為蔣萬安和朱立倫昨天兩個人是不約而同的 都公開呼籲要集中選票 好像是很擔心棄保或是說不自信 我想集中選票就是集中選票投給最市任的人 各自的政黨每天都在只想著用棄保 只想著用意識形態去綁架選民 我覺得才會有這麼大的焦慮 現在選民應該非常的自主 所以我相信有意識還有有自主權的民眾 他們會自主集中選票給黃珊珊 韓世大安還是說市長跟宋主席的互動 你怎麼看他在希望宋主席來佔領 我覺得大家每天都 我剛剛昨天講的大家都是有智慧的政治人物 不需要每天去做這樣的猜測跟聯想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大家都不去討論蔣孝元先生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幫蔣萬安站台了 為什麼每天討論宋主席 所以您覺得蔣孝元先生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故意在炒作 故意要製造問題 那同樣的標準大家為什麼不去討論別的候選人 所以黃副局現在誰在故意製造這個問題 選舉還是本人在選 本人在選舉 不管誰出來站台我們都是盡力去支持 但是不用每天拿出來炒作 誰有來誰沒來 那還有很多人沒有出來站台的人 是不是也要再討論一輪 不需要這樣子 我問你怎麼看 昨天總統的國慶文告裡面講了48次的台灣 但是只講了三次中華民國 你怎麼看 這件事情可能要詢問一下蔡總統 因為這是中華民國的國慶 這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那他為什麼這樣講 可能要問他吧 等一下你的位子會是在宋楚瑜旁邊 等一下會跟他搭告會聊些什麼 當然是 我跟老宋可以聊的話很多 這太多了 聊天就是聊天 為什麼 如果聊天還有目的 那個不叫聊天 那個叫談判 會聊到台北市長選舉 當然我拜託他支持王珊珊 又請他怎麼大力支持 那珊珊就是今天也來參加 然後是你這個市民的身份 但是會不會擔心又被就是藍綠做文 市民參加國慶 剛才我旁邊是秦惠豬 參加國慶日是每個國民的權利 所以這還好 中華民國111年國慶升旗典禮 典禮開始 全體蘇禮 全體蘇禮 請脫帽 唱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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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赴帽 让我们掌声感谢台北爱乐妇女合唱团的领唱 谢谢 今天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日子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北市的大家长 柯文哲 柯市长上台来为我们致辞 让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柯市长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早起来共同庆祝双十国庆 特别是今天天气不好 还有这么多的视频朋友 自动自发的聚集在这里 还是要表达由衷的感谢 这是我在台北市长任内最后一次参加双十国庆 心中还是有很多感触 首先要谢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们台北市政府的支持 对我们的建议和鼓励 那也希望说将来能够持续维持这种凝聚的力量 继续往前走 本来喔 国庆日就是一个 让全国可以团结凝聚的一个日子 我是很不希望说这个日子你知道喔 变成一个分裂的日子 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识形态我也有 我的出称背景我的想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只要出来社会 在一个不同的位置 还是要尽自己的力量你知道 让这个台湾是一个更团结更和谐的社会 这是不管谁来都应该要做的努力 那么今天有花那个第八代的翁翁包你知道 翁翁包从发行以来你知道 这每一年样式都不一样 所以它保持一个创新的一种精神你知道 那特别是今天我们跟台湾品牌 蘑菇合作 蘑菇是一个台湾的在地品牌 那也希望说在 往后的日子你知道 我们要继续支持台湾在地品牌的发展 台湾要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文明的国家 国际化的国家 终究我们还是 但是我们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 特别是这三年翁翁包 就不再采这个现场发放 而是线上登陆你知道 那可以透过台北通 还有网站去登陆你知道 我也认为 一化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所在 特别是台湾是ICT大国 你知道我们更要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去发展 那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说台北可以成为一个幸福宜居的永续城市 你知道 那最后再次谢谢大家来参加国庆升旗 一同欢度中华民国 111年的生日快乐 更重要的我们祝福今天所有在场的市民朋友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何家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市长的致辞 请市长先行回位 谢谢 好我们这边也先邀请各位媒体朋友们 可以先来舞台上来进行待会的就位了 好这边补充介绍一下 立临现场的来宾有中正区建国里里长许静音 里长也立临现场了 欢迎 好我们称如刚才市长所说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民众朋友们 不畏风雨今天下雨 还有这么多的民众来到现场支持我们的国庆活动 真的非常感谢 而今年我们的永续台北庆双十活动 跟温温包的主题非常的紧紧相后 都是充满了创新和活力 好那么今天是中华民国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们邀请现场所有的贵宾及市民好友们 一起来为中华民国庆生 所以现在要邀请由领导今年限量版国庆毛巾 或者是手上有国旗的朋友们 记得要现在准备好拿在手上 待会准备帮我们高举回舞哦 那么现在呢先让我们掌声欢迎 皇帝乐团出场 好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合唱 生日快乐歌 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请大家挥舞手中的国旗和国庆毛巾 向新一岁的中华民国招手 让我们一起永续台北庆双十 由台北市政府举办的国庆升级季庆祝活动 很开心看到这么多市民 跟我们热情的参与 一同欢庆中华民国的生日 那请拿出各位的热情让我们看看 所有的镜头都在捕捉各位热情的笑容哦 好现在要邀请我们的来宾 有国旗的来宾请高举我们的国旗会舞 有毛巾的朋友 请双手平准毛巾秀出你们的毛巾图案 我来看看大家是不是都秀出毛巾了呢 哇猜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齐声喊出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哦 准备好了吗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哇哦 哇哦 谢谢大家前来庆祝中华民国111年国庆 集结所有人的祝福 相信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都能够平平安安 幸福美满 永续台北的精神 请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 谢谢